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的成长打卡时间 按钮实业是来考察我们孩子的合作意识以及合作能力 他们在合作中能不能够达到双赢 能不能够达到他们最终都想达到的那个目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的合作模式 好奇怪呀 这是什么呀 实验空间内放着一台电视机并设置一个连接的开关按钮 这个按钮需要其中一个人按住另外一个人才能够看到电视 只有两个人协作才能各自看到电视 这个实验主要考察的是孩子的合作沟通协作能力 这里面哪个是按钮 哪里看的啊 那个吧 哪个按钮啊 那个红色的 我看着你去按按钮 你去按一下 是奥特吗 我帮你按 为什么我想按 我想按 看着你坐吧 姐姐给你按按钮好不好 我 我先 我先 好 按住了哦 待会就轮到姐姐了啊 那大家一起按 不好 那谁来看电视呢 桌子来看电视吧 桌子的椅子看吧 看吧 看吧 好伤吗 让我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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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看 去看 我按 去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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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菲菲和玲玲体现了一种互相协作的理想状态 她们理解对方 愿意付出 共同分享合作成果 小妈宝莉 她怎么知道我要看小妈宝莉啊 一直呢 我也想要看呀 我也想要看 她干什么呀 我要看 你 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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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该我了 好 你来看吧 好 你要按长 让我看长 让我看长呗 让我看长呗 你就按长呗 你按长 没了 信号都炸了 你按 你按长 它就出来了 你是假的 你轻轻的按 它不会理你的 不是我看 我 没有 啊 你 唯尼不愿意按 最后两个人都没得看 所以当她只想收获 不愿意付出的时候 这合作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对啊 所以合作的双方都会受损 就是唯尼就必须要补上这样一个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的这一刻 好 现在我去按 还是我按 你去看吧 OK 我有个好办法 我的这个屁股坐在这个按钮上面 这按着 这不就 好了吗 好 也不行了 爸 我不行 我二个不行 来个地球鱼 我拿地球鱼 这个特别逗啊 小鼠蹄 开始想办法了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切住了工具 好香了 我倒是中了 最后竟然成功了 特别聪明 嗯 这样他们两个人都能看到了 我们太聪明了 按钮实验可以看作是对孩子社会论知情感进行观察和教育的窗口 它通过合作两立不合作两败的直观感受 一方面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 甚至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另一方面则通过失败的体验 让他们能够一直对自我的过多关注 从而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形成社会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这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协作是人类进化的基石 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协作中 孩子们不但可以使得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 培养集体意识和协作精神 而且通过同伴学习 共同解决问题等形式 孩子的语言 思维感知等各种能力 也会得到很好的段落 最终得到每个人的全面综合发展 为创新创造奠定基础